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後經過現場的努力 我們台東現場黃建林他很大力的支持 我們台東的農作物 所以把這個新鮮的原料銷往日本 然後今年大概出了21噸的量 然後也期望說能夠接下來這個量 能慢慢再提高上來 謝謝 那以後會每年 昨年都會有這樣子的情況嗎 都會銷入日本嗎 它是一個常態還是只有今年而已 它現在已經是一個常態了 因為去年有出過一批 他們有經過試驗之後也都接受度蠻好 所以今年有加碼在進這個貨櫃 然後也預計大概五月份 可能還會再下一個單 再出一個貨櫃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有 已經有那個常態性的趨勢出來了 關起來完全頭 Erin,我們現在上租立軍 EN ludzie先,嘰,嘰 入術